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3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度报 我是Cherry 自美国大选爆发违规乱象后 曾被称为红州的乔治亚州意外成为焦点之一 先后传出了种种丑闻 乔州州长坎普 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尽管身为共和党人 在口头上一直是支持川普 但他对待选举欺诈 尤其是验证选票签名的态度摇摆不定 对此 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将矛头直指两人 不过这两天 两人相继公开表态支持川普 并宣布取消该州的缺席投票 据报道 乔州州长坎普 21日现身原定取消的门罗市集会 在伊万卡集会演讲后 坎普随后在现场民众的虚声中登场 他称 在这乔治亚州没有人像自己这样努力 为唐纳德·川普工作 选举后我也支持了他的努力 他呼吁民众提前投票 角逐连任的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 大卫破度和凯利·洛夫勒 据美媒极限新闻23日最新消息 乔州州长坎普表示 乔州大选票签名确认审计的结果 应在这两天得出 坎普称 对该程序非常有信心 这次审计是由乔治亚大学和乔州州务卿 拉芬斯伯格办公室合作 对每个县的签名进行随机取样 然后进行分析鉴定 同样是在23日 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在刚刚声称2020年大选中 多数选民欺诈指控都是无机制弹后 便加入其他共和党员的行列 呼吁终止该州已实行15年之久的 无故缺席投票以改进选举安全 拉芬斯伯格是在最新乔州众议院听众会上 支持取消这一做法的 用他的话说 缺席投票未潜在的非法投票 打开了方便之门 尤其是考虑到联邦法规 无视让我们保持选民名单 和登记文件的清白诚信 除了更改哪些人可以缺席投票的标准外 拉芬斯伯格还要求缺席投票 要出示身份证 以代替当前的签名匹配制度 要知道 在提出这些改进选举安全的建议之前 拉芬斯伯格刚刚在这次听证会开始时声称 尽管存在真实而实质性的问题 但绝大多数都是毫无根据的 另据美媒网关专家报道 拉芬斯伯格的兄弟罗恩 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任职 担任华为企业储存解决方案的首席技术官 而华为是被美国国防部列入 中共政权控制的公司之一 尚不知道拉芬斯伯格的态度转变 是否和最新的爆料有关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 22日任命该州州务卿亚历克斯·帕迪利亚 填补拜登副手贺锦丽的国会参议员席位 不过贺锦丽至今仍迟迟未给出她的辞职日期 纽瑟姆在22日的一份声明中称 帕迪利亚是墨西哥移民的儿子 现在她将作为加州下一任美国参议员 在我们国家国会大厦的大厅里服务 她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拉丁艺人 不过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和众议院行政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要求对帕迪利亚进行调查 帕迪利亚的办公室 被指从一项新冠刺激计划中提取补助金 并将其输送给与拜登有关联的公司 以影响联邦选举结果 不过相对于帕迪利亚的接棒 作为乔拜登副手的贺锦丽 至今仍为辞去她的联邦参议员职务 更吸引人关注 而在2008年11月3日 奥巴马在总统大选胜出后10天 即宣布将在三天后辞去 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职务 并让伊州州长指派她的接替人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自大选以来 贺锦丽几乎不见身影 更从不轻易发声 此前就有分析称 其实最不相信拜登笃定胜选的 正是拜登的副手 野心勃勃的女政客贺锦丽 如果她真相信民主党已经胜了 她可辞去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职务 这样既不会减少民主党在国会参议员的席位 她又可以全身心投入政权交接 但是贺锦丽没有这样做 正好凸显拜登阵营真正的忧虑 那就是选举违规一旦被证实 拜登的总统梦不会实现 而转向川普的第二任期 川普团队的林伍德大律师19日发推文说 今天早上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为什么贺锦丽还没有从美国参议院辞职 林伍德还暗示说这没有巧合 川普总统对挑战大选违规依然意志坚定 随着1月6日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日益临近 目前已有十多位的国会议员承诺 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提出质疑 为川普而战 为争取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而努力 据极限新闻23日报道 当选联邦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表示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将在1月6日 国会联席会议上 共同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泰勒格林表示 我们有非常有力的理由 而且支持挑战的人数正在增长 我们与参议员交谈 我们很乐意提出挑战 不过泰勒格林没有透露 哪些参议员将加入挑战 此前参议员兰德保罗和当选参议员 汤米·杜伯维尔均有意参与挑战 但他们没有公开确认 泰勒格林补充说 自己在当选后与川普总统 就挑战选举人团的可能性进行了交谈 支持川普 自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投票给川普 很高兴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支持总统 目前在美国会众议院 除了布鲁克斯和泰勒格林已经表态 要挑战选举人团外 乔治亚州众议员乔迪西斯 德州众议员兰斯·古登 北卡当选众议员迈迪逊·考索恩 德州众议员布莱恩·巴兵 北卡众议员泰格·巴德 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安迪·比格斯等 已经表示将加入挑战 当选参议员阿拉巴马州的 塔伯维尔·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保罗 也已经宣布将会加入挑战行列 如果反对意见符合要求 联席会议就会暂停 两院各次退场开会辩论 选择是否投票支持反对意见 除非两院都以多数票支持反对意见 否则就会失败 如果通过 则使该州的选举人团票无效 或可导致替代名单被接受 中国有有名将孙杨 因违抗要件遭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近赛8年处分 他不服提上诉 结果竟然大翻盘 根据《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撤销对孙杨竞赛8年处分 有时报道指出 孙杨方案关键是瑞士联邦法院质疑判罚小组的中立性 孙杨的律师团找到一项证据 为其中一名陪讯团成员曾在社群媒体发表过 带有辱华种族歧视言论 随着竞赛处分被撤销 孙杨目前有机会参与明年的东京奥运 当时控告孙杨的世界反禁药组织对此表示 已得知此事将会采取积极行动 并表示在案件回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后 继续表达其立场 号称近距离保护习近平的御林军 北京卫数区司令员历来都必须是中共最高层信任的人 随着中共最新一批上将晋升 现任北京卫数区司令员傅文化也备受关注 据港媒披露 富文化背景神秘可能曾隐瞒现义军官身份 用假名在德国留学 而习近平为他大力掩盖 翻查公开资料显示 身为御林军司令的富文化 竟然是年龄和籍贯不详 习近平上台八年 北京卫数区军政高层换期人 如此高密度的调整 只能说明习近平对谁都不信任 故此尽量避免任何一人在该位置长期任职 以免形成山头势力以威胁中南海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19日披露 北京卫数区司令员傅文化 可能隐瞒现义军官身份 用假名在德国留学 习近平极力隐瞒他的这一背景 港媒指出 北京卫数区副文化司令员履新消息 在7月公开后 当时连《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 这些自称消息极其灵通的人士都傻了眼 因为这样重要的是 竟然胡某不知道 于是中国数百记者多方去打听 想知道傅文化是什么背景 但后来连他年龄都没有报道出来 报道认为 傅文化之所以成为被中共传媒禁止报道的对象 原因仅仅是一个 因为傅文化可能隐瞒现义军官身份 用假名存在德国留学 因为德国绝无可能知道 其中共现义军官身份 而批准他留学德国学军事 而习近平为隐瞒他这一背景 不得不去隐瞒他的资历 连军报和中央电视台也不能采访他 而这也暴露出习近平在军中极少有亲信 故不得不用有这个缺陷的富文化 中共证监会22日开会定调 2021年资本市场工作重点 要求增强财富管理能力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作为扩大内需的助力 有中国独立财经评论人士表示 居民存款又被盯上了 据官媒22日评论称 把居民存款这头大象放进冰箱 只需要三步 首先资本市场应该对储蓄资金 小之以理 其次资本市场要对储蓄动之以情 第三资本市场要对储蓄又之以利 官媒将居民存款称为大象的原因是 据中共央行报告 2019年中国住户存款余额为82.14万亿元 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有1%的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特别是进入资本市场 这对于互生股市的影响 无疑是非常正面的 对此 中国独立财经评论人士 评栏预言23日分析撰文 5亿中国人没有存款 6亿人月入不足1000 储蓄率高的说法让人们感到疑惑 唯一的解释就在于 中国居民的负债存在 银行账户上也成为居民储蓄 更重点的是 就算居民有部分储蓄 难道居民储蓄的钱 没有被投资出去 一直闲置在银行吗 很明显 钱并不会闲置在银行 而是被银行转手带了出去 被用于各种投资 居民储蓄早就转化成了投资 也就是说 无论证监会有没有发文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居民储蓄都早已转化成了投资 那么为什么证监会还要发文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呢 对此 屏蓝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说 你品 你细品 华尔街日报23日发表题为 微信已成为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利器的文章 文章引用多个势力指出 中国著名应用软件微信 俨然已经成为 中共政府无处不在的监控公众 审查言论和惩处意见人士的工具 文章写道 如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依赖微信 随着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和学习的兴起 微信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更加分身蒂固 但同时出于对微信监控的不安 一些用户今年初发起了逃离微信运动 呼吁大家转移到不受北京当局干预的外国软件平台 但是很快 行动的发起者就被当局传唤 行动几个月便告结束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员瑞恩说 微信使用的不是端道端加密 而是客户端道服务器的加密 这让腾讯可以完全访问 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的数据 据劳工和妇女权益律师王胜生表示 中共有关部门今年早些时候 对他的微信和短信实施了监控 试图收集证据 阻挠他的法律事业 他说他老家的公安和纪检官员 还追踪到他父亲的头上 就想要毁掉他的名誉 之前大家都说微信是透明的 但自己没有想到透明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出现最新的这个事情 这里的主要机制不是法律 而是恐惧 文章援引腾讯公司的数据 微信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12亿活跃用户 该公司另一款短视频应用TikTok 在美国也相当流行 川普政府今年9月出台 对微信和TikTok的禁令 指其获取用户信息和实施审查 后因禁令在法院受到挑战 至今尚未生效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